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身上到底有几种人格 越了解中毒越深 有点玄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很多演员本身的性格和他饰演的角色有着天差的别 就像王赫帝饰演《苍蓝爵》中的东方青苍 旷世月尊 霸气外露 敢爱敢恨 而他本人却是搞笑幽默 活泼好动的性格 但很奇怪 王一博饰演的每个角色性格都不同 却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王一博本人的影子 人间智慧是清欢宅智慧自信傲娇 超强商业头脑 活力四射 匹帅匹帅 陈情令蓝忘记不卑不亢 清冷贵公子 寡言少语 冰与火尘与阳光帅气 冲进十足 正义凛然 肝胆热血 有匪谢允出世旷达 潇洒不羁 运筹帷幄 化劳灵动 风起洛阳百里红意超高智商 性格坚毅 原则性强 偶尔乃蒙乃蒙 吴明夜先生忍辱负重 义正义邪 默默无闻背后努力 目标坚定 有信仰 冷酷忧郁 长空之王雷雨阳光渐朗 自信不服输 热血冲动 有责任心 勇于尝试 敢于突破 这么多作品 每个角色是独立的 也能一眼看出来他们的不同 却都能从王一波身上找到他们的影子 就像宅智卫的活力少年感 蓝旺姬的清冷贵公子 不卑不亢 陈宇的阳光帅气 冲进十足 射允的话烙灵动 运筹帷幄 陈宇又觉这小子又阳光又有冲进 小百里的高智商 原则性强 偶尔的木拿一条金 到了电影作品 叶先生的冷酷忧郁 目标坚定和雷雨的责任感与勇于尝试 感于突破等等 每一个特质即是人物角色的 又是王一波本人的 就好像每个角色都是一个个碎片 最后拼凑成一个完整的王一波 这种感觉非常神奇 也让人更加期待他不同的作品 马上和我们见面的热烈宝藏少年陈硕又是怎样的人呢 或许很多朋友和我一样 谈起王一波时 只想得到 全面发展 要啥会啥 很难给他的性格和整体形象定义 因为他的性格中有很多矛盾的面 又酷又甜 又高冷又爱笑 又拽又萌 王甜甜 酷盖 奶萌奶萌 高不可攀 贵公子 小王子 王对对 人间妄想等等 都是他的形容词 这就是网友们所说的一人牵面吧 果然不愧是你 接下来 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百遍一波的盛世美颜吧 哈哈大笑的他 白牡丹时期的他 爱豆时期的他 酷盖的他 霸气侧漏的他 王甜甜 蠢萌蠢萌的他 搞笑的他 性感的他 一人牵面王一波 其实 很多网友应该和我一样 被他吸引的点并不在他的颜值 而且他百变的性格 专业的业务能力 不服输的精神和热爱 什么就能做好什么的拼劲 也发现自从火了之后 小宝的笑容越来越少 私生活 一言一行都被放大关注 没有草点就被黑子们死抓学历 明明他就是原唱的歌曲 还要被吐槽是假唱 拿着各种小细节去隔应他 即使他本人意志在坚定 多少也会影响到他的心情吧 希望这个优秀又正能量的人能被这个世界善待吧 另外 期待7.28号他的新作品 热烈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他 也让我们能更了解他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